世界紙飛機大賽 今天在台北舉行台灣總決賽 本屆高手雲集 飛遠以及飛久冠軍成績 雙雙打破上屆記錄 而三名台灣冠軍 也將前往奧地利 參加世界紙飛機大賽 全球總決賽 與全球高手競爭 爭奪空中霸主的稱號 舉起手臂奮力一直 紙飛機飛得又快又直 世界紙飛機大賽 十三日舉行台灣總決賽 來自建國科技大學的 參賽者陳益騎飛出好成績 以38.7公尺的成績 拿下第一名 不過讓紙飛機飛得遠 不能光靠力量 還要有一定的技巧 主要是依靠自己身體的腰力這樣子 然後手臂是控制 我是自己個人是讓它控制方向 然後手臂會 也會多少出一點力 可是不能出太多會受傷 然後出手的高度是 當然越高越好 可是因為今天場地比較受限 所以只能飛平的 讓它飛比較遠這樣子 紙飛機大賽 不只有比賽飛得遠 讓紙飛機飛得久 也是項目之一 來自台科大的彭凱成 就已在空中停留9.65秒 拿下飛久項目的冠軍 也有參加飛遠比賽的 彭凱成表示 紙飛機要飛得久 比較看運氣 但他認為 能扎實的折好紙飛機 就是獲勝秘訣 秘訣的話 就是把紙飛機一步一步折好 確保他每一個折痕都是平整這樣子 這應該就是秘訣 有稍微改一下 自己量一下那個 可能他的公分數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 另外花式冠軍 則由屏東科技大學的吳冠章奪得 而這三名台灣冠軍 將前往奧地利 參加世界紙飛機大賽全球中決賽 與來自超過60個國家 頂尖飛行員競爭 爭奪飛行最遠 最久最滑翹的空中霸主稱號 感覺很開心 因為能代表台灣去出國比賽 我會調整好狀態 然後去替台灣燈光 。。。